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为未来的工业和商业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今年1月份 Aptronic宣布他们正在研发一款名为Apollo的全新商用通用人型机器人 虽然在过去的七八年里 Aptronic已经开发了很多的人型机器人 但该公司早前表示 他们认为现在是时候真正让双族人型机器人进入商业领域的时候到 现在Aptronic正式推出了Apollo 阿波罗 他们表示 这款机器人的目标是 改变工业劳动力 阿波罗尽管首先将应用于物流和制造领域 这款机器人的尺寸大致与人类相当 身高1.7米 重73公斤 可以拿起最重25公斤的物品 使用电池运行 阿波罗是一款通用型机器人 目标为在现实世界中实际工作 这一位开发合作伙伴将最终能够将阿波罗的应用范围 扩展到远远超出物流和制造的领域 例如建筑 石油和天然气 电子生产 零售 等等 该公司将阿波罗形容为机器人领域的iPhone 将数字世界融入实际世界 与人类共同工作 处理那些人们不愿意做的或有危险性的工作 像阿波罗这样的机器人来说 只要成本不过高 就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从长远来看 一个人型机器人的价格应该低于5万美元 接近汽车的价格 实际上 阿波罗的价格可能比汽车还要便宜得多 阿波罗的胸部有数字面板 能够清晰地显示剩余的电池寿命 目前正在进行的任务 合适完成以及接下来的工作 该公司的目标是建造多功能机器人 一个可以执行成千上万种不同任务的机器人 它只需要进行软件更新 就能完成新的任务或新的行为 去做我们不想做的所有事情 以帮助我们地球上的生活 并最终有一天探索月球 火星和更远的地方 阿波罗将从工厂和仓库环境中 开始执行简单的任务 例如搬运箱子和推动手推车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通过新的模型和更新 阿波罗的功能将增加 足以在建筑、电子产品生产、零售空间、物流送货 甚至老年护理等领域中使用 阿波罗的头部装有感知摄像头 而躯干上的传感器有助于机器人对其环境进行360度的映射 并确定可以移动的位置 机器人的大脑或主要计算机也位于其胸部 有趣的是 阿波罗还提供了模块化的功能 这一位柱上半身可以有效地与下半身 腿部分离并安装在轮式或行走式的模组进行更有效的规划 会有不同种类的机器人 有些工作的环境适合腿部 有些则适合使用轮子的方式 传感器可以帮助机器人在行走时保持方向 避开障碍物 这种运动方式将在阿波罗进入更不确定的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 比如室外 甚至未来的月球表面 该公司是太空总署的合作伙伴之一 致力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 地球是POLO的实地测试厂 未来 阿波罗机器人的未来版本可能会在危险的太空环境中工作 从而减少人类的风险 要让人形机器人准备好在太空的真空环境中工作 需要进行多个开发步骤 因此阿波罗可能首先前往国际太空站 对于太空探索 需要的是具有多项技能 灵活适应性的系统 既可以适应我们已知的各种任务 也可以适应一些在探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未知任务 在太空中使用像阿波罗这样的人形机器人的好处在于 它们可以用来建造和测试以人类为设计思路的环境 例如月球和火星的居住地 以在太空人抵达之前进行测试 在未来的十年内 在太空中使用通用型机器人 并且将能够实现拥有机器人系统的好处 这将太空人能够更多地专注于人类最擅长的事情 进行探索和进行科学发现 上海掀起一阵智能机器人热潮 支援机器人公司发布了引人瞩目的远征AE人形智能机器人 这款机器人的创始人指挥军真名棚指挥 曾是华为天才少年计划的一员 让人惊艳于他毅然放弃了华为高薪工作 200万人民币约800多万新台币 投身智能机器人的创业之路 支援机器人公司推出的远征AE机器人令人惊叹不已 这款机器人不仅搭载了自研的灵巧手 每个关节都能自由运动 并在每根之间搭载摄影机 能够识别物体和颜色 而每只零巧手的成本更低于1万人民币 约4万多元新台币 不同于其他人形机器人 远征AE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反屈膝脚部设计 使得它更适合执行各种工作和活动 甚至能轻松蹲下 令人惊奇的是 远征AE机器人的设计具有极高的模组化 它的下半身可以替换成轮足 手部也能换装成各种工具 例如螺丝起子等 这种设计时的机器人能够适应不同场景和任务的需求 彰显了智原在机器人设计上的创新思维 远征AE有着175公分的优雅身材 53公斤的轻英体重 最高部速可达7公里每小时 它拥有49个自由度 并能承重80公斤 单臂最大负载更是高达5公斤 智辉军表示 远征AE是智原机器人的第一代通用型巨身智能机器人 具备自主移动和操作任务的能力 可在各种复杂场景下发挥作用 发布会上 智辉军特别强调机器人与AI大模型的融合 他指出 在实际应用中 机器人的硬件本体固然重要 但更关键的是机器人的大脑 这款机器人不仅依赖于像XGPT这样的语言模型 更需要一个能够执行实际工作的WorkGPT 他对于AI的看法超越了舆论 认为机器人应该成为人类生活的实用助手 能够烹饪 清洁 洗衣等各种日常事物 成为一个真正的通用机器人 远征AE不仅限于概念 智辉军展示了机器人在工厂 长者照护等场景中的实际应用 透过一段预先公布的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研究人员通过语音或文字指令与机器人进行对话 背后的大模型能够理解这些指令的意义 机械臂则能根据指令抓取指定颜色的方块 并进行更进一步的操作 如移动和旋转 这显示致员已经实现了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机器人行为自动编排和任务执行 此外 发布会通过视频展示了远征AE在多个场景下的实际应用 它可以在汽车产线上参与地盘装配和外观检测 在消费电子厂进行3C产品的组装 接线粘胶和物料搬运 甚至能够在家庭中协助老人服药 指导孩子功课等多项服务功能 智辉君的多重身份也为志愿公司带来了关注 从擅长AI演算法的华为天才少年 到在B站拥有226万粉丝的恶补处 更在2021年在B站上发布了改造自行车的自动驾驶视频 吸引了超过19万的粉丝 智辉君表示 他希望远征AE的售价能够控制在20万人民币以下 约80几万新台币 这样普通家庭也能够轻松拥有一个帮忙家务 照顾老人 辅助孩子学习的智能机器人 这使得曾经只存在于未来高科技的想象 变成了真实可能 智原机器人公司正引领着科技的未来 让人们对于智能机器人的期待不断升华 智原的远征AE机器人 无意将引领未来智能机器人的新潮流 将人类的想象转化为现实 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机器人时代 以上二家公司都在人型机器人的领域大展拳脚 究竟哪家公司最强 哪的前景令人瞩目 您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留言分享 让我们知道您的想法 一起来探讨这个充满未来感的话题吧 当然还有许多尚未探讨到的人型机器人 请持续锁定并关注本频道 您将取得最新的资讯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频道的支持与关注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 最有趣的机器人资讯 尽请继续锁定本频道 让我们一起见证机器人科技的奇妙旅程 如果您也喜欢这个话题 别忘了按个赞 还有记得订阅本频道 让我们一起探索科技的未来 学习科技 利用AI 创造生活中的幸福 谢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AI生活频道 这个频道会和大家分享生活中的日常 文章及科技 希望能够帮助您进入AI生活之中 感谢您的观看